新年快乐 在过去这几天的春节期间 稍微调查一下 对自己春节过得很得胜 完全得胜10分 不太得胜5分 很失败0分 10分的举手 10分的摇一摇 10分 来 拍拍手一下 感谢上帝 我们这次为得胜的农领年 有很多的守望 我相信上帝已经祝福了我们 9分的 9分 9分 9分的人其实都是10分 他们都是不太敢10分的感觉 8分 感谢上帝 7分 7分 7分是什么原因 好 没关系 不要再问了 我们再次彼此说 祝福你有得胜的一年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要再做一个调查 请你忍耐我一下 忍耐我一下 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现在 现在你看一看你自己的心情 直觉性的 心情 你觉得你现在 喜乐的指数 满分就10分 真的很不喜乐 很痛苦 就0分 好不好 你现在喜乐指数 7分以上的请举手 哇 感谢上帝 好多 好 请放下 眼睛继续闭起来 你让我知道 待会我为你祷告 你现在喜乐指数 5分以下的 请举手 好 没关系 好 请放下 好 感谢上帝 请大家眼睛张开 好 我今天 因为今天的信息 跟情绪很有关系 跟我们现在 很多人谈到 跟气氛很有关系 那气氛跟情绪 是很大的力量 用在负面 就有很负面的力量 用到正面 也有很正面的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那 我们今天的经文 在民宿季里面 有一个 不仅是个人 也是家庭 甚至是一个 全民族的 一个情绪的表达 这种情绪表达 在我们台湾 在中华民国 选举的时候 是最强烈 可以 非常的不一样的情绪 同时存在一个地方 那怎么办 那我今天要 有一个很大的企图心 我希望上帝的道 能充满你 所以我们今年一整年 因为今天 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 我们会信靠上帝 我们也知道 会省察 会调整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 情绪很健康 好不好 基督徒的情绪 一定会是很健康的 因为大卫说 我将你常放在我的面前 你在我右边 我就不自 怎么样 摇动 不是摇动 因为你使我的心 欢喜 灵 快乐 肉身 也安然的 居住 所以这身心灵 都很健康 不是没有困难 是我们的上帝 很愿意将生命 喜乐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今天的目标 就是要让 我们每一个人 领受上帝的道 被圣灵充满 然后在新年的 喜乐的当中 继续 能够延续到 这个 这个 复活节 复活节完之后 就是我们的母亲节 母亲节之后 我们有家庭的 六七月的时候 吃粽子的端午节 然后学生就很开心 进入到暑假 亲爱的兄弟妹 上帝透过节旗 透过 世纪的变化 让我们活在 上帝面前 欣赏上帝 瞻仰上帝 期待上帝 在我们当中 做美好的工作 让我们享受 上帝给我们的人生 我们今天要来读圣经 是民宿记 民宿记第13章 到第14章 那今天的主题是 整个信心的民族 以色列 也是今天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说 我们是信心的团体 我们的人生 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我们信心的旅程 不仅是个人 来信靠上帝 然后跟随上帝 直到永生 也是我们的团体 我们的夫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族 我们的教会 整个小组 我们一同 来到上帝的面前 走信心的旅程的道路 是非常精彩 非常丰富的 我们今天要看一段 很丰富的 民宿记13章 我们要读13 14章 我们一起 来开始 预备 请 过了40天 他们窥探 那地 才回来 到了巴南 旷野的 家底斯 回报摩西亚伦 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 给他们看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 你所打发 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 流奶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 住在那地的名强壮 诚意也强大 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了 亚纳族的人 亚玛利人 住在南地 赫人 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住在山地 迦南人 住在海边 并约旦河旁 加勒在摩西面前 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 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 论道所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 报恶性说 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 所看见的人民 都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 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 就如诈猛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 也是如此 民书记十四章 一到十节 请 以色列众人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 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 为什么把我们 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 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 另一个首领 回埃及去吧 摩西亚伦就 俯伏在 以色列全会众面前 窥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 约书亚和 耶弗尼的儿子 加勒 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亏弹 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 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这原是流乃与密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 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 我们的食物 并且阴辟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全会众说 拿石头 打死他们二人 忽然 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章 向以色列人显现 十四章 请 耶和华说 我照顾你的话 赦免了你们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 向他们祖宗 所启示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 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引进所去的那地 他的后衣 也必得那地为业 亚玛利人和迦勒人 住在谷中 明天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我们低头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你的话 句句都震撼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很害怕我们自己 说我们认识你 但我们却真的 像以色列百姓一样 无法进入到迦南美地 主啊我们请求你 将约书亚 迦勒的信心 也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得着你 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 使我们能够得地为业 能够与你一穷享受 你在我们生命中 所要给予我们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仰望你 求主同在 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要分四个方面 能跟各位分享 以色列百姓因为贪欲毁谤 就不幸跌倒 然而上帝要我们在 以色列我们的前辈的 祖先的信心之旅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会信靠上帝 爱上帝 胜过信靠环境 胜过信靠自己 让我们可以得着上帝 所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给我们的永生的产业 第一个 我今天要跟大家想一下 请问刚才所读的经文 有没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 的显怒 有吗 有没有 第一个很令人震撼的声音是 民书记第十四章 一到三节 这段圣经看得真的是 让我们毛骨悚然 非常的令人震撼 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个探子回来之后 报了恶性 十四章第一节说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都怎么样 都怎么样 都哭啊 都哭出大声 那夜百姓都哭好 有没有听过 两百人一起哭啊 可怕不可怕 两千人一起哭呢 我哭死了算了 可怕不可怕 很可怕 震撼不震撼 悲伤不悲伤 绝望不绝望 那个情绪感染得非常快 十个人回来报恶性之后 整个民族 整个充满着上帝同在的荣耀 渡过池灾 渡过红海 把当时最强盛的 埃及帝国的 法老的精队打败的 上帝带领他们进入到 已经到了加拿美地的门口了 而且探子已经进去 回来报了 讯息了 说这个地方真的是 如同上帝所应许的 过去我们没有看过 但是我们今天过去看了之后 上帝所说的是真的 是流浪隐秘之地 但是 但是 十个探子回来说 哇 上帝 呼隆我们 上帝 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地 但那地是什么 有主人的地 而且那个地的主人怎么样 比我们强大 那地的主人 已经在那里 已经建了很多的什么 城墙 高达天顶 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他们 我们看我们自己 一定会被他们吃掉 他们看我们像什么 像炸蒙 炸蒙这个是农夫 非常熟悉的一个小昆虫 炸蒙 就碰 就会死掉 会变成肉饼 所以 整个 以色列百姓 当下全会众 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 都哭嚎 一个非常强烈的 悲哀的 愤怒的 对上帝 不信任的 甚至对摩西亚伦 说 我们被你骗了 干脆 换首领 是不是 这叫做领导危机 是吗 有没有遇到领导危机 整个很可怕 那摩西亚伦没有办法 这个事情发展 我们先看大声哭嚎 希望我们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今天我们从这里学到 你的情绪 你的情绪跟我的情绪 不一定是正确的 不是说你哭得很大声 就对 来跟旁边讲 不是说你哭得很大声 就对 不是你讲话很大声 就对 基督教的伦理 不是情绪 基督教的伦理 就是我们如何做事 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夫妻 我们家庭 讨论事情要怎么做 我们的根据是真理 大家跟我讲 我们的根据是真理 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 不是看你的情绪 不是看我的情绪 不是看谁比较大 怎么样 角色 不是 就是看上帝 在我们当中的准则 真理是什么 然后要看处境 然后要看我们之间的动机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这不能再往下发展 的确是 大声呼嚎的原因是 有以下五点 第一个 他们就很抱怨 天下都没有 小心你自己心里的 murmur 抱怨 这会感染你的太太 感染你的先生 感染你的儿女 有一个心理学家说 家族性的恶习 家族性的恶习 的遗传 传承 是透过什么传承的 是透过父母亲的 或是这个家族的 情绪的表达 传下去的 所以你父母亲 我们做父母亲的 真的要小心自己的 喜怒哀乐 好吗 可以吗 假论我们是一个 不讲道理的 用情绪来 来表达在我们的家族 要家人听我们的 你们这个家的 很多的 生活的准则 是透过情绪 传递下去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假如一个父亲 事情一不顺 就骂太太 就拍桌子 这种情绪 很容易传下去 然后我们的孩子 就学不到 判断事情 应该怎么做 但是情绪 却很强烈地 传在我们身上 好 我不能再多说了 所以这边 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 那怎么办 上帝的儿女 不能只有受情绪的 掌控 我们要探讨 为什么以色列百姓 会大声哭号 为什么会哭号 因为他们 不信上帝 已经看到 上帝已经带领他们 出埃及 为奴之家 要得着自由 要进入到迦南美帝 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但是因为看到环境 他们就宁愿相信 上帝是假的 摩西亚伦 是不理想的领袖 他们不觉得 上帝能够把他们 带入应许之地 他们不相信 上帝能够帮助他们 打败敌人 敌人是真的 是存在的 但是敌人是要让我们 靠着上帝的恩典 把他打败的 但是他们不相信 上帝可以打败他们的敌人 虽然上帝已经带领他们 打败了当时的最强盛的 埃及法老的军队 但是马上 马上忘记 不能够相信 上帝可以带领他们 进入到新的 上帝要给他们的 应许之地 亲爱的弟兄的妹 我们也看到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遇到环境的时候 他们会把困难放大 有没有放大 那里的人 加拿来的人很壮 我们在他眼中是什么 是狮子 我们比他更厉害 是吗 不是啊 我们是什么 炸猛 他们实在太伟大了 他们可以一脚把我们踏死 夸张不夸张啊 夸张不夸张 他们比我们强壮是真的 但是很夸张是吗 他们会吞吃我们 也是真的 但是实在是太夸张了 所以把问题放大 就让自己的情绪 更悲伤 更无助 更黯淡 天下就问我们 神的儿女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 好不好 不要折磨自己的心灵 好吗 要注意 要注意 好 他们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缩小自己 说我们是炸猛 我们无法保护我们的自己 更无法保护什么 我们的妻子儿女 哇 这个就让更加的 更加的悲伤了 更加的悲伤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遇到困难 俊龙往下走 培育地往下走 他们遇到一个困难就是 我们回埃及地去吧 整个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带领 跟保守就化为乌有 就完全失败了 哇 这是很严重 这很严重 所以他们的哭 以真理的角度来看 是不值得同情的 但是他们的哭 却非常有感染力 好像真理一样 除了回去埃及 没有第二条深路 怎么办 丢这种姐妹 讲你是摩西 你怎么办 摩西你要坚持 我们就换领袖 我们在家里面要带领儿女 爸爸妈妈你再坚持 我会换爸爸 我跟你讲 我就跳家了 哇 就是很厉害 对不对 这是真实的 在我们人生中是会遭遇到的 好 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绪 《民宿记》十四章 六到十节 一样的 一样的 六到十节 六到十节 窥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 约书亚汉 约佛尼的儿子 迦勒 也有一种强烈的情绪 是什么情绪啊 把衣服怎么样 今天不能湿啊 我的pose 为什么 表示很激 很激动 说千万不可以这样子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哇 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 这个情绪是什么 这个情绪是 很粪看 他们的根据是 我相信上帝 约书亚跟加勒说 我相信上帝 流来隐秘之地是真的 而且是上帝的应许 他一定可以把我们带进去 哇 这是非常强烈的 你大家会后面看到 就是他的情绪非常稳定 然后你继续往读民宿去 最后 最后 约书亚跟加勒 进到加勒美帝 是那一个时代 唯一的两个人 而且怎么样 而且 那个亚纳族的那个巨人 就是加勒说 我年老了 我现在85岁 可是我还是40年前的 那个年轻的汉子 把那帝给我 让我去把他们打败 哇 他一直坚持到底 是非常稳定的 信靠上帝 非常有力量地站在 上帝的应许的盘子上 过了一个非常 身心灵都很喜乐的人生 我相信 流来隐秘之地是应许之地 我相信 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足能够得胜 然后呢 有一个很急切的心说 我们现在立刻上去 得那地吧 哈利路亚 因为今天早上起来 你是 很为难的 很不甘心的来这里 还是说 那里有一个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我们要唱诗歌 要感谢他 要歌颂他 哇 赶快去 是吗 这个情绪很 机器很正面 很棒 他的结果是什么 不要怕 所以很稳定 不要怕 有胆量 很坚持 然后 他们这种情绪的反应是 若是我们继续照着你们这十个人所抱的 众百姓都哭话的话 我们是背叛了耶和华 这很严重 我们是离弃 爱我们的上帝 离弃了 一心预定我们 保守我们 要离开埃及 为奴之地 要让我们得自由 得喜乐 得释放 得平安的 到迦南美地的上帝的心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每个人看的都一样 也都是事实 关键是 有没有因信称义 对不对 信心真的是 好像抓得到 又好像抓不到 抓不到就非常的悲哀 很可怕 全会中都哭嚎 抓得到 信仰上帝的信心 是真实的信心 哇就怎么样 面对困难 仍然不害怕 仍然要勇往直前 仍然要急切地 得着上帝 所要给我们得着的 请问弟兄姐妹 你是 情绪很激动 大声哭嚎 还是情绪很激动 撕裂衣服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小组长 小组长举手看一下 你的小组员说 哎呀不要聚会了 不要听于牧师讲了 你有没有撕裂衣服啊 还是说 哎呀我觉得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就 来小组长 再举手一下 遇到你的弟兄姐妹 面对属灵的目标 很软弱 你要很激动 福德你 高一点福德 我福德今天 穿衬衫嘛 你要怎么样 下次我见你面的时候 要看到你扣子都不见了 好不好 弟兄姐妹 你要激励他们啊 你要相信 上帝的应许 靠着上帝手 给我们音信称义的恩典 我们能够打败敌人 我们要立刻去得潮 弟兄姐妹在过年之前 我要鼓励你们 为你的家族的聚会 好好的祷告 守望 RPG 跟你太太 跟你孩子 预备 能够在上帝面前 好好预备 能够在物质上 好好预备 时间表上 好好预备 聚会的内容上 好好预备 这真的是很重要 你有信心 你就好好预备 然后呢 上帝就带领我们 进入到春节的期间 梁尼亚牧师啊 在上个礼拜 已经问我说 你春节 十分还是零分 我说 我觉得我是十分 真的很美 上帝要带领我 四个亲家 我自己 于家 我太太 吴家 我的女婿 十二家 我的儿媳妇 廖家 都分别 有很好的聚会 有玩桌 有包水饺 我太太 回这个娘家 在这个 七谷跟嘎丽亚 是 产沙巴鱼的地方 我太太 大手笔 买了一条头头鱼 童腐的头头鱼 带回到台南 我岳母说 哎呀 这头头鱼 我这就太多了 你怎么对台中 带过来 我太太说 这跟台南的不一樣 因为我在台中 买的是 藤湖的 真正的头头鱼 还插上这个 抹上这个 抹上什么东西啊 阿鼻手 抹上那个鼻手 煎的 是很好吃 哇 弟兄姐妹 预备啊 预备啊 我太太 花一笔钱 买很好的头头鱼啊 你想想看 我岳母多高兴啊 她的哥哥 妹妹在家里 吃那个头头鱼的时候 又肥又厚 哇 吃多爽啊 过年啊 这样弟兄姐妹 因为我相信 上帝要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家人的聚集 所以我们就好好的预备 我们每一件事情 都是因信称义 也因信怎么样 而爱 也因信 而负我们的责任 上帝就保守我们 真的今年的过年 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满足 好想很期待 母亲节赶快来到 我又可以回嘎吏 我要想一想 我要给我 给我岳母什么 让她很开心 哈利路亚 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是信上帝的子民 当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 从你在家里预备 昨天晚上好好睡觉 好好的祷告说 主啊 明天我要去敬拜你 要向你献上感谢 要向你献上祷告 要献上我的礼物 要好好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你已经 已经在信上帝 这是我们信上帝的旅程 今天早上早早起来的时候 我们在聚会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目 叫做我们一起 同声的宣告 从古代的教会 传承到今天的 使徒信经 第一句话 我信上帝 是有些事情没办法完成的上帝 偶尔会完成一些事情 是这样吗 我信上帝 是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这是多么震撼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信上帝 是全能的父 是可以把上帝所应许我们的 迦南美帝的那里的敌人 打败 我们速速上去吧 是因为我们很厉害吗 不是 是因为上帝很厉害 祂是全能的父 现在里面有我们的情绪 是根据我们所信仰的上帝的真理 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 所以我们信靠祂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安慰 是因为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马上我们的前辈说 我们要仰望耶稣 所以我信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生子 这位独生子 没有住在皇宫里 降生在马槽里 这位上帝的儿子独生子 完美无缺 却为你跟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祂乐意为我们死 要把我们救赎回到上帝的面前 祂救赎我们 为我们付出祂的生命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 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 是你送红包给祂的时候 祂很开心吗 不是 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决定 让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罗马书说 是在什么时候为我们死呢 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就照着祂的计划 不看我们的行为好不好 是祂的计划 要成全成就在 你跟我的人类的历史的当中 使我们可以得着 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是在什么时候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呢 罗马书说 是我们还在跟上帝 为仇的时候 是我们跟上帝是敌人的时候 敌人面对到敌人 是要被杀死的 上帝却不杀我们 却杀了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来救我们这个 是祂对面的敌人的 罪人的 一个真实的景况之中 现在弟弟兄妹 当我们仰望耶稣 当我们思想上帝给我们的道 我们信靠上帝 我们真实盼望 我们能够专一的跟随上帝 今天 撕裂衣服 很慷慷慨激昂的 是 约书亚 约书亚跟迦勒 声音上 到了十四章 二十四节 上帝对 有信心 信靠祂的 迦勒 有一个非常 非常让我们心动 让我们羡慕的一个称赞 二十四节 唯独 唯独我的仆人 迦勒 因他 另有一个心智 专一 跟从我 这是信心之旅 要专心跟从 我就把他 领进 他所去 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衣 也必 得那地 为业 哈利路亚 信心是有美好的结果的 上帝称赞他 然后上帝就保守说 我会带迦勒 进到他 已经去过那地 只有他 和约书亚 从那里回来 又再进去 就这两个 感谢上帝 我觉得我牧一堂 都是专一跟随上帝的 上帝的儿女 假如没有 我们赶快悔改 回转 来跟着 爱我们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如何得到 迦勒的信心呢 就是认识上帝 是全能的 父 创造天地的主 马丁路德解释 这一条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是我们的 父的时候 大家注意 不是 不是比喻 也不是 类比 不是 马丁路德说 事实上 这本圣经也这样说 他就是 我们的 真正的父亲 你怎么知道 他是你的真父亲 圈子 你怎么知道 他是你的真父亲 你怎么知道 马丁路德说 我们来敬拜上帝 称他为我们的 父的时候 当我们用主祷文 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称这个父的 父的时候 阿爸父的时候 请问是真正的父 还是比喻的父 还是安慰自己的父 真正的父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真正的父 经历他的爱 很好 他的爱在哪里表现出来 在哪里 罪得赦免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怎么知道 上帝是我的真正的父 因为上帝 看到你的时候 把他的真儿子都舍了 请问你真不真是他的儿子 好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 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 是耶稣基督的真父亲 把他的真儿子 舍在十字架上 为你 那请问你 在上帝的眼中 是真儿子 还是假儿子 真儿子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我们信上帝 仰望耶稣基督 专一跟随上帝 专一跟随 这个原来的意思 充满着 在上帝的后面 你不要被环境充满 好吗 你不要被这个世俗的东西充满 你要充满的是什么 充满着对上帝的认识 对上帝的 跟随的专注 亚纳族人是高大的是真的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上帝 不是看环境 不是看敌人 我们的上帝 族能够打败这些伟人 这些巨大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心是 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四节说 有一个爸爸 带着从小被亚巴鬼所赴的 儿子来到上帝 来到耶稣面前 求主耶稣怜悯他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 你若人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历时喊着说 主啊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信心是上帝给的 你可以跟上帝求 主啊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你帮助的意思是什么 主啊我相信 但是我也感觉到我没信心 所以请你帮助我的 没有信心的景况 让我能够胜过不幸 能够来信靠你 这一个人的信心 大得耶稣的喜悦 耶稣看见众人 就赤着那乌鬼说 你这荣雅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去 出来 再不要进去 上帝就在 这一个父亲 仰望耶稣基督 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 做了奇妙的医治 跟释放在他的儿子的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年我们的信心 在这段时间 我们鼓励大家要RPG 要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 就祷告 特别是过去这段时间 要为农历年来祷告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真的凭信心就祷告 好我自己 跟我的太太 凭信心祷告 跟我的儿女 凭信心祷告 好好的规划时间 我跟我太太 在除夕那天 两个讲好 五点钟起床 五点半出发回台南 很顺利 迟了十五分钟 到台南的时候 没有遇到堵车 因为一大清早 车子比平常多很多 但是非常通常 七点多就到了 七点多就到了 我太太很细心 她说 金堂 待会到了咖喱跟麻豆 先不要下咖喱 你带我去麻豆吃早餐 我说为什么 因为现在太早 妈妈 我们去要帮我们开门 让她睡不好也不好 我们去麻豆吃早餐 吃完 八点回到咖喱 他们刚好起来 然后我们就有 很好的相会 听到你们这是什么 这是因性而爱 好好处理每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要爱人 真的要细腻地 顾到对方的需要 我从我对他身上 学到很多 所以上帝就 每一个困难都把它挪开 让我们一整个假期 非常的喜乐 因性称义的意思 不是叫我们偷懒 什么都不做 因性称义的意思是 让我们信靠上帝 所以我们积极地 预备我们该做的事情 因性称义的意思是说 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父 他会给我们一切 我们所需的恩典 同时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 就付出我们一切 说话行事的 该负的责任 好好的完成上帝 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我们就可以享受 得胜的农历年 因为你们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预备感念文 因为你要遇到家人 一年都没有见面了 你要说什么话 有预备吗 我已经鼓励各位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操练 就是你要预备感念文 我在我们瑜伽 2月8号 因为我以为我大哥 要早一点回 回这个乔居地 所以呢我们就 先聚起来 过农历年 我跟我太太就商量好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那天聚会 大家在一起 超过16个大人 要说什么 要怎么安排 我跟我太太 好好地商量 我自己也预备 我自己也预备 那天就像带小组一样 说今天因为人多 哥哥姐姐 请大家稍微听我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 一两件 过去这一年 真的感觉到 上帝很祝福我 很值得感谢 也跟大家分享 我的感谢的心 每一个人 差不多两三分钟 开始讲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 哥哥 每次一聚会 都是他的声音 他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他很爽 我们兄弟也没回家之后 有几个就很不爽 大家了解吗 小组聚会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吗 都是某一个人在讲 这不理想 因为这个家 这个小组是大家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 每个人都要表达 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 我就好好的预备 我就跟我人家 这位大哥说 大哥你先让其他人讲一下 对不起啊 我这话太多了 忍耐一下 别人在讲的时候 因为全家族的历史 我大哥参与的最多 什么事情他都可以 辅助一下 加强一下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 我再讲给你们听一下 其实就有一点 让其他人的参与比较弱 所以我就每次说 大家少讲一下 让他讲 然后就一个一个一个 那天居然会 一出门 我太太跟我说 经常 这是我参加瑜伽的围炉 最perfect的一次 我说为什么 因为好多家人 能够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我听了好感动 就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讲话 话讲得好 箴言说 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 是何等的美好 若我们的血气 一个自私的人要表达 事实上是不太会有金苹果 落在银网子 反而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不是伤别人 就是让大家不愉快 很可惜 但是假如我们有预备 我们在上帝面前 求神引导 光照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在教会受那么多训练 我们在上帝面前 那么多的资源 我们好好的安排 真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很可以有权利 有机会享受一个 很美好的 家人团聚的时光 现在弟兄姐妹 在春节期间 也把自己的 出熟的果子预备好 在上帝面前 为了这一年的丰收 为了我们这一年 出熟的土产 像一个农夫 看到出熟的果子 长起来的时候 看到今年的第一个薪水 收到的时候 弟兄姐妹 宝贵不宝贵 把这个最宝贵的 就像我们家最近 每一天早上起来 都非常兴奋 因为我太太种的茶花 开了 茶花开得很慢 每天都含苞带放 都放不出来 最近开了 哇 好高兴 看到第一朵茶花 在花园里开了 哇 那个很开心 要跟上帝分享 把这出熟果子的喜悦 献给上帝 把这出熟果子的感恩 献给上帝 这是出熟果子的意义 我待会最后 我会跟各位讲一个 我在大学的时候 献上出熟果子的经验 我们现在就下去 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个 有信心的团体 所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凭着信心 要往前走 你现在所在的 台中牧医堂 是一个 要得地为业的 信心的教会 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就回想一下 过去这几年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我们教会 继续地前往上帝 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有弟兄姐妹说 牧师 你们能不能派人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里要建立教会 我们都会很认真的考虑 虽然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会继续地前往 差不多八九年前 我们开始管服牧医堂 管服就是特家地区 现在已经有 差不多四五十人聚会 彭茂丹长老 很认真的 我们每一个礼拜三 有福音队前往 感谢上帝 已经快要趋向于 独立自主 他们现在准备建堂 我们过去十年 在玉门有一位女传道 叫做刘灿香 叫Sherry 她就说上帝感动她 要前往拉许 缅甸拉许 有很多华人因为战乱 还有一些瓦邦的人 孩子没有人照顾 她就开了一个牧役自家 在我们今天来讲叫做 有点像育幼院 管吃管住 教他们英文 教他们中文 教他们缅甸语 就帮助他们成长 我们很开心 在玉门 很困难的时候 很需要她的时候 我们把她拆出去 过去这么多年 各位的出手果子的封键 有一大部分 是给牧役自家来使用 过去几年 四五年前 有一个陈力宏传道 是我在台北真理堂学生中心 我们那时候一起成长 她是实习传道 后来她嫁人 先生是军人 所以就到外面去工作 就离开我们 后来她先生退休 在台南工作 在工业区那边工作 他们一直服侍上帝 服侍年轻的夫妻 有六七队的家庭 年轻的家庭 跟她在一起聚会 请我去遮盖她 帮助她 那我们就成立了 台南牧役堂 现在在工业区里面聚会 他们聚会的地方 是一个餐厅 是一个弟兄开的餐厅 就在那里聚会 11点聚会 12点就在餐厅里面吃饭 他们的孩子在那边成长 非常的美善 那社长老 还有红毅传道 还有我们在座的建制哥 跟伟民 应该都去过 还有坐军 都带着我们的同工 全王 他们现在也聚会得非常好 有很多人信耶稣 那接下来第四个 就是北层赞美教会 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那五年前 金劝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他从中国大陆 因为牧会牧得太好了 这个中共不喜欢他 就把他赶出来 赶出来之后 他一时受到惊吓 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 立文 从信神介绍他来认识我们 他就在我们当中一年 然后把一些要开拓教会的 梅川的弟兄弟带出去 在北层赞美 在这个文心路那边 就有一个很好的聚会 好 那主恩牧一堂 就大家比较熟悉了 在我们当中 一直服侍我们的秋庆牧师夫妇 受到感动 要去北层区 新兴的地区 建立新的教会 他们现在一百多人聚会了 非常非常的兴旺 那同时 我们在草屯的贵阴传道 就前往南头 南头牧一堂 下一张 弟兄弟妹 后来我们在今年初 成立了恩上加恩牧一堂 一到七都已经成立教会了 接下来是 未来几年都会陆续成为教会 陆续 现在就开始聚会了 平信心就带领人信耶稣 东草屯有一个幸福小组 我们俗华师母 还有带着巧智 叫着景徽 景徽在哪里 景徽 还有谁 我忘了 景徽不是当招待而已 周间都跑到松草屯 去开小组 带人信耶稣 然后于池 于池这个教会 这个家庭小组有点特别 有一天高雄的一个牧师 庄东草牧师打电话给我 说你们在于池有一个姐妹 我觉得你应该去支持她成立 你们墨一堂的一个分堂 因为你们很适合做这种工作 我问她是谁 她就说她是谁 我完全没印象 然后你去看一下 我就打电话给她看一下 就跟洪毅说话 我们就去看她 原来是十多年前 在玉门受洗的一个姐妹 受洗完之后 她就跑到于池那边去 开了一个做醋的一个农庄 然后就在那边 有很好的聚会 她家里面好多人聚会 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帮他们 现在就是在 洪毅传道的带领之下 就去帮他们 将来就会成为一个教会 那我们在周间的 八福长青的 八福长青的举手看一下 在这里有去八福长青聚会的 在楼上 怎么那么少 你们怎么不必举手 如亚爷 你怎么没有八福长青 来 给他们拍拍手一下 拍拍手一下 我们的长辈 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长辈 蛮孤单的 我们去关心他来教会 他们会得到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喜乐 将来我们八福长青会 成为一个主日崇拜 因为他比较配合他们 就可以比较专注祝福他们 第十一个 头份家庭小组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一个赖永祥实习传道 跟着帽丹长老前往 管服务一堂服侍了很多 去年我挑战他 我挑战他 这个挑战蛮难的 有点像以赛亚主所说的 上帝说我可以猜浅谁呢 应该是说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对不对 那我跟赖永祥说 我在这里请上帝猜浅你 哇 这对我来讲蛮难的 但是我就知道 这是上帝的心意 就说你去吧 他说好 我说你去那边找房子 我们客家乡亲 在头份有很多人 我们不能只有在公馆 我们要往前走 感谢上帝 越来越靠近新竹了 好 我们的尼西米 有一个职场 我们的 那我看金梦也在那边 金梦 来搖搖手一下 金梦是将来要成立一个 自己的营业处 所以将来 他说他成立营业处之后 要成立一间职场的教会 现在是小组 我们常义中学 陆尊荣 教师 在太平 接触了很多 会读书的人 他也在那边 好好的做 老师 还有职场的一些 弟兄姐妹的需要 弟兄姐妹我无法写出更多 假教我写 我可以写50个 上帝 在台湾有美好的心意 有美好的心意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上帝的女 都是得到上帝充分的祝福 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灵色的祝福 可以带领更多的人信靠上帝 信靠主耶稣基督徒 我们现在就要学习 以信心来跟随上帝 过我们的信心之旅的人生 最后我要跟各位做一个见证 我是要今天特别跟年轻人做见证 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请举手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摇摇手 摇手 好 摇摇手 不多 你自己的家里面 还有30岁以下的儿女 子子子子女跟你住的请举手 好 很多 好 我做完这个见证 我们的聚会就要 信息就要结束 我要你们祷告 信心之旅的人生 是一个过程 是真的是一个过程 而且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而且是从自己的家里就开始 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民国75年 我那时候已经是体育系 这个三年级 已经面对人生有很多地方要思考 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暑假都回台中当YMCA的游泳教练 教人家有这个自由式 我一个暑假可以赚到一个学费 富人大学是蛮贵的 对我来讲 那是我的暑假 那我的出手果子 我的薪水是一年是从九月的时候开始 七八月我可以去当游泳教练 那一年 我在中正公园有一个用词去教游泳 那有空的时候 我就去坛子福音中心 有一个宣教士 叫做洪嘉兴 他是德国人 叫做Gisla 是从小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受到很大的栽培 我就去看他 看他之后那一天 刚好 他说我有一个同事 是美国人 他们今天晚上会在坛子的夜市 摆一个书摊 为了要传福音 摆一些英文的杂志 画刊 就跟人接触 老美真的很爱台湾人 他们就这样子 那我就说 我就说我可以帮忙吗 他说可以啊 那我就会去帮忙 骑我的摩托车 我爸爸给我的这个Suzuki 五十 林木五十 国民车 去跟这个老外老美见面 他有孩子在家里 那一天我印象很深 他很壮 提着那个书摊的那个折叠桌 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他的书 然后叫我帮他扛一些东西 我们就从那个 坛子前面那个大楼下来 然后到那个坛子的夜市 要摆摊 那天 细节我都忘了 我只知道 我离开的时候 我一直想到这位老外 很年轻 很爱台湾人 汗流满面 很喜乐地去做一个 大部分当时的台湾年轻人 不会干的事 因为我们都要赶快去打工 赶快去赚钱 他就是做这个 福音工作 当我要回台北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 在新庄的仁大爷读书 我住学生宿舍 我会去五谷礼拜堂 大家应该听过这一位牧师 叫吕戴豪 吕戴豪在五谷礼拜堂 开拓教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要跟神说 我要学习开拓教会 所以我就从新庄 尽兴会 转到五谷礼拜堂 我就做旅带豪的土地 那我就骑我的摩托车去 就很方便 不然的话要从泰山到五谷 要搭一段车 三重客运 所以我回来到台中 我就想说我暑假回去 我就去五谷 可是我暑假完了 九月旅完了 最后一期的YMC交完了 领到薪水 好开心 准备要回台北 上帝有跟我说 经常将你心里最爱的 跟别人分享 听闻怎么样 出手果子是很碰到你的心的 你最爱的 你要跟别人分享 一个农夫 出手的果子是最棒的 上帝要你把最好的 跟别人分享 跟上帝分享 出手果子有这个意涵在 所以碰到你舍不得的东西 你不要把不好的东西给别人 好不好 你要把它很好的 上帝说跟别人分享 你去体会一下 把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情绪 最好的一个早上 叫做去嘎吏的时候 是八点 我的岳母刚刚起床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 就是最好的 要学习 用最好的跟别人分享 那我跟上帝说 我愿意 因为上帝你很爱我 我大学是很愉快 那上帝就感动我说 把你的 Suzuki武士 借给这个老外 宣教士 一年 对我来讲 这个感动 虽然太奇怪了 怎么有这种事 我说上帝啊 是真的吗 问来问去 后来我就去问我 那个基什 说你们宣教士 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 你们也没人帮忙 那我这个机车 借给你那个同事 一年 这样可以吗 我说哇太好了 他正好需要这个交通工具 那你自己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没问题啊 我可以搭公车啊 三重客运也OK啊 我就很开心的 去把那个钥匙给那个 美国人 说这台机车借你用 一年 不用担心 坏了就算了 你不要有压力 就一年 我就这样子 很开心的回台北 回台北之后 我就果然要做三重客运去五谷 哇塞 每次做的时候都很后悔 干嘛把这个车子借给他 有很多struggle 要挣扎 年轻还好 也没什么 每一次就 主啊你这么爱我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等车 也没什么啦 就交给主 我去五谷聚会没多久 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发生 哇我真的是 当场感受到上帝 在兼顾我的信心 我们那个传道人就说 诶 金堂 你是那个 辅大的学生 每次要从新庄过来 有一段路 我们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蓝帝五十 说要借给你一年 大家知道蓝帝五十吗 看过蓝帝五十 大家举手看一下 蓝帝五十 看过 你们都没看过蓝帝五十 你们只有看过Whisper 蓝帝五十是当时 最时髦那个轮子小小的 很胖的那个车子 很时髦的车子 就换到一台这个 蓝帝五十 我就一年 每一次我从我的宿舍出去 到停车场 骑这个蓝帝五十 上帝会再次感动我说 金堂 你的人生 在我的手中 我会保守你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虽然你还 没看见 还不知道 你只听到我应许你 但你平静心中 每一次去骑这个蓝帝五十 我说上帝啊 真的 人生的路 我只能看到很近 人生的路 在往前 求你 扶住我 我后来大学四年读完 我的 扶导 Gisla就挑战我 所以我今天敢挑战赖永祥 是因为有人挑战我 说 金堂 我知道你将来要当禅道人 你爸爸一定会反对 你爸爸一反对 你就会退缩 现在我教你如何 到时候你爸爸挑战你的时候 你不退缩 好不好 我说好 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后 跟你爸爸说 你不要再 不要再拿他的钱啊 你要独立 我说哇 这样子就可以吗 是 好 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 我毕业了 不要再给我钱了 隔天就后悔了 哇塞 没钱 就开始当兵 拿那个国防部的钱 这样过日子 过了一年十个月 回来跟我爸爸说 爸 我退伍 我要去读华神 真的 我爸爸就看着我 叹了一口气 让我走 信心之旅 先生 你期待你有一个 很强的信心吗 回到你的家中 打开你的时间表 打开你的日常生活 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资源 将你最好的 如同出手的果子 奉献给你的上帝 因为你的上帝 爱你 将他的儿子 最好完全无暇吃的 最美善的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了你 我们一起低头 来祷告 为自己的信心 资旅 能够 信心越来越坚强 专一地 侍奉上帝 不受环境的影响 来到上帝的面前 自己能够 得着上帝 给我们的 人生的基业 为业之地 也带着你的家人 妻子而女 一同以信心的 坚强的步伐 迈向上帝 在你人生中 给你的应许之地 我们一起开身 来祷告 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三千多年前 上帝呼召摩西 代理以色列百姓 吹急 敬迦南美帝 今天天父上帝 是你的真父亲 我信上帝 是全能的父 是创造天地的主 祂将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 将祂最好的赐给你 你要如何来回应上帝 你愿意把你最好的献给上帝吗 在你年轻的岁月当中 最有力量的身体 最有力量的双手 最有力量的双腿 最丰富情感的一颗心 上帝呼唤你 将你的出手 将你的果子 献给爱你的上帝 让上帝做你的上帝 上帝要使你在你的人生的当中 再次经验 脱离为奴之家 不要做自己的上帝 做自己的上帝 很不自由 但上帝做你的上帝 可以得到新的自由 新的喜乐 新的宽广 新的勇敢 新的利力之向往前走 也会有新的喜乐 充满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充满在你的家庭当中 我要鼓励你 今天我们时间稍微拖一下 我带你们唱 刚才的诗歌 第二首诗歌好吗 遇到我们的行丢 今天是很关键的 2021年 也是农历年的一个主日 你的人生要被捆绑 在那边哭 哭得很大声 我讲一个很冷酷的话 你的哭没用了 你不用哭啊 然后你很生气 你的生气没用 你不用生气 你要信上帝 祂是全能的父 是你的真父亲 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舍了 把你赎回来的这一位父亲 要伸出祂大能的手 带领你经过一切 你现在心里面感觉到 无法胜过的困难 无法打破的敌人 上帝是全能的父 是爱你爱到底的上帝 祂要带领你脱离罪恶 脱离捆绑 脱离一切的仇苦 使你进入到新的喜乐 新的自由 新的丰盛的流奶与蜜之地 你要举起你的心 信靠你的上帝 你要举起你的心 将你自己的生活 将你自己的思想 时间表 金钱 情感 你的人际关系 都献给上帝 让上帝做你的主 让上帝安排你的人生 让上帝 向你呼唤的时候 你可以预备好的时候 主 我跟随你 愿意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的 请你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来祷告 祝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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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怜悯 你的怜悯 永不改变 每一天 你的恨受扶持我 清晴晨当我张开双眼 知道我靠我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楼碑 你用心事带我一生 阿们 你用两山带我到永远 愿有我所有生命气息 我要歌唱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楼碑 你的身影 令我经过活的失恋 但黑暗中 你是如此的清净 我知你是我天赋 你是我的朋友 我要活在 你的两山楼碑 你用心事带我一生 你有两山带我到永远 你有我所有生命气息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楼碑 你有心事 你有心事带我一生 你有两山带我到永远 你用心事带我到永远 你有我所有生命气息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楼碑 你良善又看顾我 又伴随我生命 你良善又看顾我 又伴随我生命 当我将生命完全相扶你 我完全属于你 你良善又看顾我 又伴随我生命 你良善又看顾我 又伴随我生命 你良善又看顾我 又伴随我生命 当我将生命完全相扶你 我完全属于你 你良善又看顾我 又伴随我生命 你良善又看顾我 神的良善又看顾我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又看顾我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又看顾我 因为你是良善又看顾我 你良善又看顾我 你良善又看顾我 求你鼓勵我 鼓勵我的弟兄姐妹 这一生 把出熟的果子 把最令我们心动 最感动我们 最甜美的 也能够奉献给你 使祢使我们尝过祢荣美的救恩 甘甜的救恩 自由的赦罪之恩 祢也可以得着我们的心 得着我们的甘甜 得着我们的喜乐 得着我们亲所爱 祢是我的主 我们敬拜祢 我们跟随祢 求祢眷顾我 眷顾我的家人 眷顾我的兄弟姐妹 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祢的面前 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同在这世上 走过信心的路程 能够在祢所应许 给我们永生的天国里面 得享永远的喜乐 永远的荣耀 我们这样祷告 求祢垂听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坐 弟兄姐妹 收入 毕业 叫